大家好,我们频道独家获得新泽西州简本 《花园之州的秘密宝库》一书的播放权 这是国家之州发现美国系列的其中一本 这个系列由美国简报编辑部编写 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 点击连结购买此书 新泽西州 一个如此伟大的州 他们两次命名它 而且有充分的理由 在其边界内有一些可以想象的最神奇的宝藏 但不要相信我们的话 与我们一起踏上旅程 探索花园之州的最佳景点 你会笑的 你会哭的 你再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新泽西了 一位石魔选择新泽西州 新泽西州成为该国最好的州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 它是泽西海岸的故乡 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享受阳光和沙滩 新泽西州也是该国一些最好的学校的所在地 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和罗格斯大学 让我们不要忘记美味的食物 新泽西州 以其美味的意大利美食 以及令人惊叹的海鲜而闻名 因此 无论您是在寻找一个度过美好时光的地方 还是正在寻找一个接受良好教育的地方 新泽西州都是您的理想选择 二新泽西最好的 心态 当谈到寻找新泽西最好的地方时 一切都与态度有关 毕竟 正是这个州给了我们泽西海岸和新泽西真正的家庭主妇 至少可以说 我们是一群独特的人 那么 究竟是什么让新泽西州成为全国最好的州呢 嗯 这绝对是我们的幽默感 我们是一个喜欢笑的国家 即使是对自己 看看 我们的车牌就知道了 我们是唯一一个印有花园之州的州 而且 我们也是唯一一个拥有官方国家恐龙 Hydrosaurus 4Pi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的州 我们是一个知道如何玩得开心的国家 而且 我们不怕展示它 看看我们州的座右铭 来新泽西州 把枪留在家里 这几乎是总结我们的完美方式 所以 如果你正在寻找新泽西最好的地方 请记住 这完全取决于态度 带着幽默感和开放的心态 来到我们的州 你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三 从海岸到山脉 新泽西之旅 几天前 我踏上了揭开新泽西州宝藏的旅程 我从岸边开始 在那里我找到了最美丽的海滩 然后 我前往内陆的山区 在那里 我发现了一些 最令人叹未观止的景色 最后 我结束了我在城市的旅程 在那里 我找到了最好的食物 和最有趣的夜生活 以下是我旅程中的一些亮点 海滩 当我到达岸边时 我能感觉到温暖的阳光 照在我的皮肤上 和脚趾之间的沙子 我沿着海滩散步 欣赏 清澈的 海水和柔软的沙滩 我实质在海里游泳 这令人耳目一新 令人振奋 山 在海滩上待了几个小时后 我决定前往内陆山区 我没有失望 山顶的景色 绝对令人难以置信 我可以看到树英里和树英里 新鲜的空气令人振奋 我实质要徒步到其中一座山的山顶 这是一次很棒的锻炼 城市 最后 我结束了我在城市的旅程 我没有失望 食物很棒 夜生活甚至更好 我在城里一些最好的俱乐部 跳了一整夜的舞 我甚至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总而言之 我的旅程是成功的 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甚至更多 我 肯定会向 任何寻找伟大冒险的人 推荐这次旅行 四 新泽西 美食家的天堂 美食家欢欣鼓舞 新泽西州 是所有烹饪的天堂 从农场新鲜农产品 到美食餐厅 花园之州 总有适合每个人味蕾的东西 新泽西州的农贸市场很多 让您很容易买到 当地种植的新鲜农产品 此外 该州拥有许多备受赞誉的餐厅 因此 无论您身在何处 都可以尽情享用美味佳肴 无论您是想吃点素食 还是悠闲的用餐体验 您都可以在新泽西找到 所以来吧 享受花园之州所提供的一切 五 新泽西之最 自然之州 在一个以高税收而闻名的州 新泽西人一直在寻找省钱的方法 这就是卫石膜 许多居民被该州的自然资源所吸引 这些资源丰富且免费 从大西洋沿岸到特拉华河和大湾 新泽西州的水道 为钓鱼 游泳和划船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该州的森林也充满了野生动物 包括鹿 熊 和土狼 当然 还有著名的泽西西红柿 它们在花园州大量种植 无论您是大自然爱好者 还是只是想节省几美元 新泽西州都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所以 走出去 探索花园之州的精华吧 六位 新泽西州之最 历史之州 花园之州 最好的是其丰富的历史 从第一个欧洲定居点到今天 新泽西州 见证了美国历史上 一些最重要的事件 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亮点 1609年 新泽西州的第一个欧洲定居点 在贝尔根建立 现在是泽西城的一部分 1664年 新泽西成为英格兰的殖民地 1776年 新泽西州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战场 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进行了重大战役 1804年 美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在派特森建成 1844年 美国第一条电报线 在费城和特伦顿之间建立 1859年 美国第一家炼油厂在巴约那建成 1876年 亚历山大 格雷厄姆 贝尔在纽约和费城之间打了第一个成功的电话 1901年 莱特兄弟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基地霍克 进行了第一次动力飞行 1912年 RMS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敦起航 前往纽约 它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 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后沉没 1914年 巴拿马运河开通 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 1918年 第一次跨大西洋航班完成 从纽约到巴黎 1929年 股市崩盘 迎来大萧条 1941年 美国在珍珠港袭击后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 联合国在三藩市成立 1954年 美国第一座核电站在宾夕法尼亚州西普波特建成 1969年 美国宇航员尼尔 阿姆斯壮Neal Armstrong和埃德温 奥尔德林 Edwin Buzz Aldrin成为第一批登上月球的人 2001年 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被恐怖袭击摧毁 你有它 花园州的简史 新泽西州可能不是最大的州 但它肯定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新泽西州的主要地标 艺术之州 我们都知道新泽西州是全国最好的州 但你知道它也是一个艺术州吗 以下是众多原因中的几个 1.我们的人均艺术家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2.我们的人均艺术画廊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3.我们的人均艺术博物馆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4.我们的人均影院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5.我们的人均舞蹈公司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6.我们的人均音乐场所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7.我们的人均作家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8.我们的人均出版商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9.我们的人均书店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10.我们的人均图书馆数量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简而言之 新泽西州是美国艺术最好的州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文化丰富且人才济济的居住地 那么花园之州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8.新泽西州之最休闲之州 新泽西州可能很小 但在娱乐方面却很有冲击力 从泽西海岸到特拉华水辖 有很多方法可以享受花园之州 泽西海岸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拥有标志性的木板路和沙滩 游客可以享受阳光和冲浪 还有许多商店和餐馆可供探索 对于那些寻求更自然环境的人来说 特拉华州水辖国家游乐区是必看的 拥有超过7万英亩的土地可供探索 有许多远足径 钓鱼点和化独木州的机会 无论您的兴趣是什么 您都一定会在新泽西州找到喜欢的东西 所以来探索花园之州 你可能会对你的发现感到惊讶 9.新泽西州的主要地标 放松的状态 新泽西州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这里是放松身心和摆脱日常生活压力的理想场所 在新泽西州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以说明您放松并度过美好时光 在新泽西州放松的一些最佳方式 包括参观众多州立公园之一 在海滩上悠险漫步或在众多湖泊之翼中畅游 您还可以找到许多很棒的餐厅和酒吧来放松身心 或者参观该州的许多历史遗迹 无论您选择如何放松 您都一定会在新泽西度过美好时光 那你还等什么 快来体验花园之州的精华吧 是新泽西最好的 有趣的状态 一在开普梅动物园的野外散步 二在新泽西州的众多海滩之一沐浴阳光 三参观自由科学中心 了解科学技术 四在六骑大冒险乐园乘坐世界上最高的过山车 享受刺激 五在阿斯伯里公园举世闻名的石马观看表演 六参观特伦顿的州议会大厦 七参观纽瓦克博物馆 欣赏艺术和历史的活力 八漫步在新泽西州植物园的花园中 九在野外站看恐龙 西考克斯的恐龙 十在新泽西州的众多游乐园、水上乐园或其他有趣的景点之一玩得开心 十一新泽西州之最 多样性状态 当涉及到伟大的新泽西州时 没有一种尺寸适合所有人 无论您是在寻找大城市生活还是更郊区的感觉 新泽西州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全州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和背景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从牛瓦克熙熙攘攘的街道到开普梅宁静的海滩 新泽西州是一个多元化的州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说该州只不过是一个混凝土丛林 但如果您知道去哪里寻找 就会发现很多隐藏的宝石 因此 无论您是在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还是只是想探索 请勿必查看新泽西州所提供的一切 您可能会对发现的内容感到惊讶 十二新泽西州之罪 机遇之州 在一个以海滩 木板路和赌场而闻名的州 人们会认为这个机会很容易获得 然而 对于一些人来说 新泽西州可能是一个很难找到工作的地方 幸运的是 花园州有一些隐藏的宝石 可以说明那些需要工作的人 任何在新泽西州找工作的人的第一站 应该是州首府特伦顿 特伦顿是许多大公司和政府机构的所在地 是开始求职的好地方 州政府是特伦顿最大的雇主 有许多私营公司的总部设在该市 对于那些寻求更具创造力的工作环境的人来说 卡姆登可能是完美的地方 这座城市拥有 许多 艺术画廊 表演场所和创意企业 卡姆登也是费城76人队总部的所在地 使其成为体育迷工作的好地方 最后 如果不提到纽瓦克 关于新泽西州机会的讨论就不完整 这个城市是 许多 大型企业的所在地 包括保证金融和北美松下公司 纽瓦克还拥有不断发展的创业环境 使其成为企业家找工作的好地方 无论您正在寻找哪种类型的工作 在新泽西州都肯定有机会 所以 走出去 开始探索花园之州吧 十三 新泽西州的主要地标 进步的状态 花园之州之最 揭开新泽西州的宝藏 是一本充满惊喜的书 例如 在该州历史部分 您会发现新泽西州 曾经是荷兰殖民地新荷兰的一部分 荷兰人不太擅长殖民 英国人最终接管了殖民地 然而 英国人在殖民方面 并不比荷兰人好多少 新泽西最终成为皇家殖民地 在经济部分 您将了解到 新泽西州曾经是一个主要的农业州 但现在主要是工业州 该州是许多大公司的所在地 包括制药公司和金融公司 文化部分将向您介绍该州的许多不同种族群体 包括意大利人 爱尔兰人 犹太人和波兰人 您还将了解该州的艺术场景 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 在娱乐部分 您将了解该州的许多公园和海滩 以及许多高尔夫球场和滑雪胜地 因此 无论您是在寻找历史课 经济更新还是只是开怀大笑 花园之州之最 揭开新泽西州的宝藏都是适合您的书 十四 新泽西州之最 转型状态 新泽西州已经很久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了 国家陷入了困境 同样的老建筑和同样的老人 但随后 发生了一些改变一切的事情 新州长当选 他对国家有宏伟的计划 他想把它变成一个人们想要居住的地方 他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来做到这一点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该州的所有建筑更加现代化 他让他们都涂上不同的颜色 并为他们添加新功能 他还修复了道路 使他们平坦且易于行驶 接下来 他把注意力转向了人们 他想让他们更友好 他想让他们更有趣 因此 他启动了一个计划 支付人们搬到新泽西州的钱 该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很快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搬到了新泽西州 他们是为了工作机会而来的 但他们留下来是为了友好的人民和美丽的风景 新泽西州发生了变化 这一切都归功于新州长 他采取了一种停留在过去的状态 他把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充满生机的地方 15 新泽西州之最 创新之州 欢迎来到新泽西最好的地方 在这个伟大的州 你会发现你想要或需要的一切 从世界一流的购物和餐饮 到世界知名的大学和医疗设施 我们应有尽有 当然 我们也是该国一些最具标志性的地点的所在地 如泽西海岸和自由科学中心 但是 你知道 新泽西州也是一个创新的州吗 我们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和方法 来改善我们已经很棒的状态 例如您知道我们是该国第一个禁止开车时发简讯的州吗 我们还致力于开发新技术 以帮助我们的道路和桥梁更安全 因此 无论您是在寻找一个生活 工作或养家糊口的好地方 您都可以在新泽西州找到它 我们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状态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向您展示我们提供什么 16 新泽西最好的灵感之州 新泽西州有一些东西激发了伟大 也许这是该州的座右铭 最好的东西来自泽西岛 或者也许是该州的非官方口号 什么出口 无论哪种方式 不可否认的是 新泽西州已经生产了一些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以下是来自新泽西州的许多伟大事物中的一小部分 一 泽西恶魔 据说这种神话生物出没于南泽西的松树荒地 无论你是否相信泽西恶魔 不可否认 这是一个迷人的传说 二 海岸 新泽西州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好的海滩 从举世闻名的大西洋城木板路到开普梅宁静的海滩 泽西海岸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三 布鲁斯 斯普林斯汀 老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它来自新泽西州 需要我们多说吗 四 黑道家族 这部广受好评的电视节目将新泽西州放在地图上 并向世界介绍了黑手党 五 新泽西收费公路 这条标志性的道路是该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 它穿过新泽西州一些最美丽的风景 六 纽瓦克机场 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位于新泽西州 七 花园之州 这个绰号证明料新泽西州的美丽 从迷人的风景到充满活力的城市 新泽西州不乏值得一看和做的事情 八 泽西市 这座城市是该国最具活力和多样性的城市之一 从金融区高耸的摩天大楼到市中心的历史街区 泽西市适合每个人 九 霍伯肯 这是新泽西州最受欢迎的城市之一 这要归功于它 靠近 纽约市 霍伯肯也是该州一些最好的餐馆和酒吧的所在地 十 普林斯顿大学 这所世界知名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普林斯顿也是美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 这些只是来自新泽西州的众多伟大事物中的一小部分 难怪该州被昵称为花园之州 在新泽西州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十七 新泽西州的主要地标 骄傲之州 新泽西州是一个伟大的州 这是一种自豪的状态 还有什么比发现新泽西州的宝藏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自豪感呢 从户外到室内 新泽西州有很多宝藏 所以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是户外活动 新泽西州拥有该国一些最好的远足境 所以走出去探索吧 徒步旅行结束后 一定要看看该州的许多瀑布 有一百多个 接下来让我们前往室内 新泽西州拥有该国一些最好的博物馆 因此 无论您是对艺术 历史还是科学感兴趣 都一定会有适合您的博物馆 而且 当然 如果没有参观其众多赌场之一 那么新泽西州的旅行将是不完整的 所以 这头子 看看你是否能中大奖 所以 你有它 新泽西州的主要地标 一种自豪的状态 所以 走出去 揭开它的宝藏吧 十八 新泽西州 花园之州之最 新泽西州是花园州最好的州 是一个充满宝藏的州 从美丽的海滩到令人惊叹的远足境 新泽西州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当然 别忘了美味的食物 新泽西州拥有该国一些最好的餐厅 供应从意大利到中国美食的各种美食 那么 是什么让新泽西州成为全国最好的州呢 很简单 人民 新泽西州的人是你献过的最好 最脚踏实地的人 他们总是愿意说明一个陌生人 他们总是准备好玩的开心 因此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拥有一切的州 那么 新泽西州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它确实是花园之州最好的 结论 这本书绝对是宝藏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本 会让您笑出生来的书 那就别无所求 花园州之罪 揭开新泽西州的宝藏 是你的完美书